看爱情电影时 你总希望男女主角在受尽磨难之后 能有个大团圆happy ending对吧 小说是如何诱使我们陷入幻象 与主角同辈同喜的 主角又不是你的谁 你干嘛那么挺他呢 这是本集的主题 来自伊格言的文章 那些年我们一起错追的女孩 费姿杰罗大亨小传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的频道资料处 找到全文连结 费姿杰罗大亨小传 The Greg Gatsby 了不起的盖茨笔 显然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小说之一了 故事背景设定于美国1920年代 经济大繁荣的绝世时代 这是个美国梦的年代 伊格言说 那是个梦的量化宽松 希望的通火膨胀的年代 然而这也正是1930年代 经济大萧条的前期 时间就是如此诡决 经济到达鼎盛巅峰 其实已经快要顺极而刷了 而这同时呼应了 故事主角盖茨笔的处境 大亨小传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事实者尼克 由中西部故乡移居至纽约 打算从事金融期货投机生意 安顿妥当后 他前往故事女主角 表妹戴希家中拜访 这也是他在相隔多年之后 再次见到表妹戴希的老公 汤姆布坎南 作者费茨杰罗的写作手法 堪称迅速利落 从几位主角的开场亮相 就已经暗示了他们的基本性格 以汤姆布坎南为例 这是个反派角色 果然一现身就很讨人厌 小说如此形容 现在他三十几岁 身材健硕 头发呈现金黄的稻草色 举止高傲 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他炯炯有成的双眼 散发着傲慢的光芒 永远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 那套旗装虽然讲究的像给女孩子穿的 却掩盖不住他魁梧壮实的身躯 这是一个恐无有力的身躯 一个蛮横的身躯 亮相之后 仅仅相隔八页 汤姆布坎南便当众发表了一番 歧视有色人种的谬论 在相隔四页 就在宴席之间 我们就偷偷知道 汤姆已经对叛了戴希 他在外面养了个小三 一般读者看到这里 不会讨厌汤姆布坎南才怪 没错 这就是小说作者的技术了 接下来 故事的主人翁 爆发户盖子笔即将登场 他正是女主角戴希的初恋情人 在此我们嗅到了一点 好莱坞通俗剧的味道 小三 旧爱 刻板人物 事实上 费斯杰罗本人也确实 曾在好莱坞写电影剧本赚钱 一般标准三幕剧 电影是非常讲究效率的 必须让读者快速入戏 传统说法是必须在电影前十分钟 就让观众清楚了解 人物关系和基本的戏剧冲突点 一个言说正因如此 我们可以观察到大亨小传 很明显是依赖着作者 费斯杰罗 而非机缘或天意 特意设计了某些世界的时刻 极有效率的将一切该现身的细节 人物和基本冲突 全快速的都到了一场戏里 在一般小说中 这不见得那么容易 但巧合的是 在费斯杰罗的作品中 却恰恰简单许多 因为他实在太热爱 上流社会的奢华了 所以他需要的宴会场景 实在太多了 而宴会也适合极了 因为办几场宴会 就可以一口气 让所有该出场的人 全亮相得一干二净 而且事实上 就大亨小传的主题而言 也只有动辄数上百人的流水席 才得以反称散场后的荒急 也只有最华美巧热的幻觉 才得以职称 大亨盖兹比的荒唐梦想 对 很多言习的主人 都是神秘大亨盖兹比 在以神秘手段致富之后 他在西卵镇买下了豪宅 隔着一弯海水 那地点令他能够 日夜遥望 初恋情人戴希的住处 怀抱着不可思议的纯洁 他盼望已经嫁给了 汤姆的戴希 能有一天逛进自己的宴会里 所以他找上了戴希的表哥 叙事者尼克 希望尼克能帮忙安排 他与戴希单独见上一面 尽管戴希已经是个人妻了 戴希确实来了 所有读者都会期待 他们迫近重圆的 反正戴希的现任老公 汤姆这么的讨人厌 不是吗 反正他早就背叛了戴希 不是吗 借由好莱坞式的快速布局 和精心设计的人物细节 费兹杰罗又使读者们 和大亨盖兹比 同时陷入了一个 夜间马戏团般的华美幻象中 表面上这幻象令人无可抗拒 公主和王子的漫长磨难 终究结束了 是该离开坏人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了 但事实上 这场面暗影长长 剧情即将即转直下 是的 幻象正是大亨小传的主题 在此先卖个关子吧 下一集我们继续跟着盖兹比 看他怎么追回 朝思暮想的女孩戴希 也趁机观察我们自己 如何一起和盖兹比 陷入幻象当中 对一格言 那些年我们一起错追的女孩 贝兹杰罗大亨小传 这边文章有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影片下方 频道资料处的全文连结 可以读到更完整更全面的内容 最后别忘了七字诀 订阅分享小铃铛哦 人为何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是什么在诱惑或陷害着我们 犯下这种错误 真是有着致命吸引力的那个人吗 这是今天的主题 来自一格言的文章 那些年我们一起错追的女孩 贝兹杰罗大亨小传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的频道资料处 找到全文连结 上一集我们提到富豪盖兹比 在自己的豪宅里夜夜声歌 宴席不错 希望初恋情人戴希 能有一天踏进自己的宴会里 在叙事者尼克的安排下 戴希确实来了 这是所有读者都屏息一代的一刻 希望他们成功破镜重圆 然而 这正是费兹杰罗部下的陷阱 又使读者们和大亨盖兹比 同时陷入一个夜间马戏团般的 华美幻想之中 实际上 这场面暗影床床 如雾气的形状般难以捉摸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 爱情总是比烟雾更难以捉摸 如同烟雾般倾向于无声消融 戴希显然依旧依恋着盖兹比 然而同时却又态度暧昧 他举起不定 不知是否该就此放弃 不怎么完美的婚姻 以及相当完美的物质生活 以及关于此类生活的惰性 而盖兹比呢 一个言说 他比戴希单纯得多 毁灭他的并不只是 他对戴希的纯爱 还有对纯爱的贪婪 那贪婪如此纯真无邪 璀璨耀眼 如同鲜花 香槟泡沫 或豪宅中 穿流不止的人群般 只向永恒的虚空 问题在于 对纯爱的贪婪 是有罪的吗 对幻象的迷恋 真的是有罪的吗 故事中紧接着 发生了一场 现实定义中的罪行 汤姆 盖兹比 带希 尼克 一同开车进城去 准备前往另一场聚会 对吧 我们说了 当然要想办法把所有人都凑在一起 才有戏 那也是好莱坞通俗电影的叙事技术之一 快速升高角色间的冲突已倒向结局 智人的鼠热隐喻着所有人内心的焦躁 预示着灾难即将来临 一场致命车祸发生了 同车的盖兹比和带希不小心撞死了人 而执掌方向盘的正是带希 对 死亡和罪行紧接在这繁华宴席之后 这当然也是为了召唤最强烈的对比 一切事物皆濒临毁败 而城市的无数幻影正试图将其自身之轮廓 引没入漫无边际的藏茫目色之中 雀诺的驾驶带希隐瞒了此事 因为有人十分乐意帮他隐瞒 那就是痴痴爱着他的盖兹比 他干脆谎称自己就是驾驶 替代希顶罪 在这罪行和死亡的场景之后 费兹杰罗如此描写叙事者尼克 与达亨盖兹比的最后道别 我们握握手 我漫步离去 走到树梨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于是转过身去 他们是一群混蛋 我隔着草坪对他喊道 他们那群人全部加起来都比不上你 我一直很庆幸当时说了那句话 那是我对他说过的唯一一句赞美 毕竟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赞成过他 刚开始他只是礼貌的点点头 接着他脸上绽放出那种 容光焕发的会心微笑 他那件华美的粉色西装 在白色台阶的乡衬下 显得特别鲜艳 我想起了我第一次 来到他这栋豪宅时的情景 那是三个月前 当时他的草坪和车道上挤满了猜测着 他是靠什么罪行赚得大钱的面孔 而他就站在台阶上 隐藏着他那无罪的梦想 挥手向他们道别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人为何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我们可能猜到答案了 因为人总对爱情有需求 有幻想 甚至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这样的幻想使我们爱上爱情本身 爱上了陷入爱情的自己 你爱的其实并不一定就是那个不该爱的人 你只是需要一个对象而已 然而 对纯爱的贪婪是有罪的吗 对幻想的迷恋是有罪的吗 当宴会上大家议论纷纷 盖茲比是靠着什么勾当赚得大钱 这一切似乎又显得不重要了 因为他仍保持着一股无罪的梦想 他对纯爱的贪婪 对幻想的迷恋 而我们也和他一样 所以我们也会爱他的 但我们必须承认 现实世界往往是不允许这样至高无上 且令人自残行贿的纯洁的 尼克说 他们那群人全部加起来都比不上你 对 但谁是他们那群人 除了讨人厌的汤姆布坎南之外 其实其他人也都幽微的暗藏着罪恶 比如戴希 那一直是盖茲比唯一的信仰 曾经纯洁美丽如幽谷百合的 那些年我们一起错追的女孩 还有与尼克有着暧昧情愫的乔丹小姐 这些人看似无辜可怜 但却都是那场死亡事件的触发者 他们都是尼克所说的他们的语言 是伟大的盖茲比 The Greg Gatsby的对理念 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讨论这段纯爱的幻灭 对伊格言 那些年我们一起错追的女孩 费兹杰罗大亨小传 这篇文章有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影片下方频道资料处的全文连结 可以读到更完整更全面的内容 最后别忘了七字绝 订阅分享小铃铛哦 你信仰的是爱情还是爱情的幻象 为何人总无法放弃自己的颠倒梦想 这是本集的主题 来自伊格言的文章 那些年我们一起错追的女孩 菲兹杰罗大亨小传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的频道资料处找到全文连结 上一集我们提到故事中发生了一场车祸 盖兹比为招式驾驶戴希顶罪 也因为这起事件让叙事者尼克看清了人性的本质 自私 怯懦 虚伪 现场没有一个人正视这起事件的对错 尼克告别盖兹比前曾对他大喊 他们那群人全部加起来都比不上你 对 那群人不只是本来就讨人厌的汤姆布坎南而已 其他人其实也都糟糕得很 包括戴希本人 还有与尼克有着暧昧情愫的乔丹小姐 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虚伪与懦弱吗 不 他们往往会找到另一种说法来欺骗自己 且看尼克与乔丹小姐的最后道别 你说一个不小心的司机 只有在遇上另一个不小心的司机时才不安全 嗯 我遇上了一个不小心的司机 对吧 我是说 我真不小心 看错了人 以为你是个诚实 正直的人 我想你应该会为此暗自引以为荣吧 我三十岁了 我说 我太老了 要是早个五年 我倒还会欺骗自己 引以为荣 他没有回答 我生着气 怀着对他的几分爱恋 难过的转身走了 伊格言说 幻象是有自己的生命的 汤姆布坎南相信他自己的那一套 戴希相信自己的那一套 而乔丹小姐也不例外 在人们心中 幻象衍生幻象 如果还说服不了自己 那么就继续编织幻象 各种说辞层层叠叠 越来越天衣无缝 直至有天你完全相信了自己的谎言为止 乔丹小姐就是这样忘记了自己的懦弱 甚至还可以反过来指责尼克的不正直 这是人欺骗自己的方法 唯妙的是 在小说中 这似乎暗示了他同时承认了自己的不诚实 他自己是个小心的司机吗 显然同样信奉着幻象的他是个清醒的人吗 这是费兹杰罗为小说留下的暧昧缝隙 或许这一切都如同暴涨的道琼工业指数 越吹越大的经济泡沫一般 终有破灭之日 或许他们自己其实也知道这回事 只是被他们用一个别的模糊的什么给暂时替代了 一个言说 生存本身毕竟令人难以忍受 选择一套说辞用以自我催眠 自我欺骗 总是来得好过些 所以在事件之后 众人依旧会轻拂发烧 整整衣领 抖落灰尘 转身回到那一箱并饮的华美大厅之中 回到水晶灯璀璨而多变的光线之下 费兹杰罗这样描写盖子笔的宴会宾客 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和戴希站在那里 看着电影导演和他的大明星 他们还在那颗白眉树下 两人几乎相贴的脸颊中 透进一道惨白黯淡的月光 我猜想他整个晚上都在慢慢的向他弯身 最终才能和他贴得那么近 当我们望着他们的时候 他正弯下最后一小段距离 亲吻了他的脸颊 那是西元1925年 十年29岁的费兹杰罗 刚刚出版了大亨小传 他尚且是个炙手可热的文学星球 娶了冒昧又有才气的名门千金 塞尔达 Seldase 同时为了挥霍如土的奢华生活 他必须快速产制大量短篇小说 公告给通俗杂志 他自己就是明星 他自己就是幻象 一个天才作家 一位美女 一对碧人 工愁交错 仿佛一场永恒的电影 绝无散场灯亮之时 那想必就是出生于冰雪之乡 明宁苏达的费兹罗杰的梦想 他的爱 他的颠倒梦想 他身处其间的海市蜃楼 一个言说 没有什么比对炙烈爱情的执着 与贪婪更颓废 更务视的了 也没有什么比那样的坚持 更动人的了 我们很难用任何文字 去再现大亨小传中 那事故与天真 清醒与迷醉的奇异并存 对 大亨小传最厉害 最深沉的地方正在于 作者费兹杰罗 即无比清醒地 谴责了幻象的欺骗性 同时却又诚挚而充满同情地 赞颂了幻象的美丽迷人 故事结尾 盖兹比已死 豪宅人去楼空 尼克已决定离开纽约 放弃金融投机事业 转而回乡 但放弃幻象真的是传人办得到的吗 不 别傻了 就算是得到高僧 都不见得办得到了 所以为了这些 为了人类永恒的颠倒梦想 大亨小传的结尾这样写 我们继续前行 向逆流而行的船只 不断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 飞而扑火 这同样可能是文学史上 最著名的小说结尾之一了 对一格言 那些年我们一起错追的女孩 费兹杰罗 大亨小传 这篇文章有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影片下方 频道资料处的全文连结 可以读到更完整 更全面的内容 最后别忘了七字诀 订阅分享 小铃铛哦 可以读到这篇文章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吗 不能击你 我可以多福尔